中国现在拥有数量可观的海上行夺机 长航式无人机可以长期监视重点海域 太平洋虽然辽阔 但美国航母战斗群的行踪是有规律的 所以美军要想在情报站上压中国一头 已经是越来越不可能了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包民说 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 美军要通过情报优势持援台湾 西太平洋上没有这种事情的存在 美国有名的极右翼网站国家利益 最近发表文章 分析由于美军在西太平洋前沿基地的脆弱性 美国海军要想派遣舰队参加台海战争 就必须针对中国大陆的情报侦查监视能力 采取措施 为舰队机动争取时间 新情况战争是兵马未动 情报先行 但是当我们把视角放在西太平洋战场 放在台岛的周边 情报战就成了一个让美国极其烫手 极其纠结的问题 情报战的基本原则是引真是假 正如森子兵法所说的 能而是之不能 用而是之不用 近而是之远 远而是之近 利而有之 乱而起之 对抗的双方一定要隐藏自己的部署和动作 另一方面还要努力的发现对方的部署和动作 但是在台海 美国和台湾当局天然就处在严重的劣势之下 解放军的作战准备绝大部分是在陆地上完成的 即使是海空力量的行动 也以陆上基地为基础 这就为隐蔽机动提供了比较好的条件 我们的作战飞机 作战车辆 物资和人员 可以用建筑物 帐篷 洞库来隐蔽 卫星看不见 通信可以用电暖和光暖来沟通 电子侦察也不容易发现 老爸车辆在公共上开进 我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伪装 有可能咒服夜出 美国对中国内陆的侦察手段 只有卫星和特工之两种 虽然美军多次出动侦察机靠近中国洋海 但逼近无法深入 而且中国洋海经济发达 无限量的信号密集 解放军又非常的强调保密 美军要从中剥离出具有军事价值的信息 难度是非常大的 而卫星侦察有极大的局限性 只能从正上方拍摄地面目标 对于隐蔽和伪装目标的识别 难度很大 理论上美军可以用多光谱的卫星 雷达侦察卫星等等 通过多元投向人和 来提高对具体目标的识别能力 但中国在卫星对地面观测领域 取得了丰硕的技术成果 美军可以用什么方式来窥探 我们心中是有数的 那么采取相应的伪装和防护手段 也不是什么难事 而反观美军的军事行动 几乎都需要在大海上进行 不但水面舰艇部队毫无遮蔽 而且解放军采用反潜飞机 卫星监视 头像分析等多种手段 还能把美军的核潜艇给抓出来 特别是美军战舰之间 航空母舰和舰载机之间 一定要靠无线电通信才能联络 它的行踪基本无法保密 中国现在拥有数量可观的海上行逻机 长航式无人机 可以长期监视重点海域 太平洋虽然辽阔 但美国航母战斗群的行踪是有规律的 如果美军要在台海有所动作 那么航母战斗群必须搭载航空连队 从某个合适的基地出发 而这样的出发基地是有授的 它必须满足能够同时保障多个军种和兵种部队 能够补充大量的油料和弹药 那台湾附近有哪些地方适合作为出发基地呢 这是不难判断的 只要在恰当的时间 把长航式无人侦察机派遣到其必经之阳面的上空 就可以有所收获 在西太平洋 美军能够使用的基地屈指可守 越是现代化的海空装备 保障起来越是麻烦 刨道上一个指甲盖大的石子 就可以让F-22 F-35的高级发动机报废 美军的隐身战机 还需要特种的专用机库来维修和保养 美军如今能够用得上的基地 除了日本和韩国境内的那一两个 也就只剩下关岛一处了 所以美军要想在情报战上压中国一头 已经是越来越不可能 在西太平洋战场 占据优势的必然是中共 美军总是喜欢到别人家门口去耀武扬归 那被打的鼻子脸肿是迟早的事 好 这句话就说到这里